大家好,我是Rock和晉樂 很開心第一次可以入圍 飛躍進步藍藝園獎 第一次可以接觸主持這個角色的時候 去做一個音樂有關的節目 Music Break和Jamey 屬手多謝公司給你一個機會 Rock哥 Hello 恭喜你 Thank you 終於有些個人獎 是可以提名了 覺得如何 挺有趣的 因為始終第一次做主持 就有機會入圍是一件很夢幻的事情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入圍我們的節目 或者入圍一些劇歌 但是第一次做主持 我覺得自己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所以說入圍 不是 提名的 我們是提名的 有機會入圍是一個很科幻的事情 所以有得提名 已經很開心了 但大家都可以再投票給我的 可能真的很多人投票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飛躍的進步是一個更加好的 對我來說更加貼切的事情 因為在這一年 雖然我上面只寫了兩個節目 但是在這一年的時間 我在這裡做了很多不同的經歷 參與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大大小小都有的 希望大家看到我的進步 我的轉變 我更加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大家也都看到我的另一面 更加明顯的那一面 但好像有很多獎項 其實都是對回自己人 對回自己人 對 有一個我認不到 最具潛質或潛力的藝員 因為我已經過了25歲 我又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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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上面沒有寫過 然後1月6日 說回原來 我已經是25歲以下 唉 發覺自己也開始有點年紀了 不過 祝福他們 他們真的很有潛力 所以他們 加油 大家互相片 我在 飛躍進步 我都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比較深刻一點 因為我們是比賽出來 我們是逐步逐步的 去建立自己的角色 我還在台上 幫演唱會宣傳 所以希望大家聽到 記得21日我們演唱會 可以去快達票買票 What we become 星夢飛行 來 終於